欢迎大家收看Ancient Aliens 我们这次来到的是第八张地图Ancient Aliens 这张地图非常的困难 然后这是第二次尝试 第一次呢已经差不多要过掉了 结果最后的时候呵呵 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郁闷了 好了这张地图呢还会非常的卡我想说 一开始呢这个山上呢会来一些番茄 先不要急着下去啊 因为下去了之后上不来了 所以这些 这些子弹呢就拿不到了 包括这个绿盔甲也拿不到了 下来之后呢先把这个机械蜘蛛干掉 因为这一关难点非常的多 所以说要是能够保住这个盔甲到后面的话呢 是有绝对的好处 并且他只是给了一副的绿盔甲作为备用 当然蓝盔甲他也有给 只是我想留给下一关 所以说那个蓝盔甲我是不会拿的 你这个死番茄 每次走的时候都不让我走 是不是哎 我们一路顺着这个路走过来 先让几张手干掉 好了 躲在这个地方呢是相对安全的 我们就可以去慢慢的把敌人清理干净 这一关所有子弹都给的不少 所以说合理利用是重点的 哎呦 这番茄不往后退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每边一发火箭 剩下的敌人我们用心蓝枪清理 我希望这次不要再233了 因为这张地图的杀敌数就是233 时代233 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敌人 当然这个嘎啦里面也藏着一些敌人 好 注意这里应该还有一些敌人没有清理干净的 包括这里 然后呢站在这个下面 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胖子还有一个机械蜘蛛 顺便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机箱手 先把这两个机箱手清理了吧 不要莫名其妙给我掉这么多血啊 我这个区域 这小鬼 把这个胖子点掉 然后把上面的那个 诶 机械蜘蛛不出来 来 就站在这个地方用普通线弹枪把 机械蜘蛛点掉 好 把这个狂魔包 这狂魔包等一下有用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探索第一个飞碟 嗯 全部干掉 很好 是在这个方向 首先呢过来这个地方之后呢 发动那个按钮呢 里面会有两个亡灵 后面会有一个火人出来 动作快 这火人呢 并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个地方呢有 诶 这破墙都挡住 哎呀这个烦了 这个盔甲已经降到一百以下了 行行行 那努力吧 努力不要被打 唉 每次说这个火人不用担心都出问题 好了 这边发动这个按钮之后呢 对面会有一个番茄 这边呢会有一些杂兵出来 我用普通线弹枪 把可以清理的敌人全部清理掉 还不死 完成了之后呢 这里地方通常会还有一些 好 然后准备了狂魔拳头 行 差不多是这样了 是不是还有一个 听到声音了 我已经 然后呢这里头有一个亡灵 好 然后这些子弹 哎 把他忘了 上来 那马上就要进入 第一个飞碟所在的位置 好了 进去之后呢 会马上面对一个胖子 所以我们马上打三发火箭 但是预防他不死呢 记得要换枪过来捕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死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反正这种关键时候 他应该死的这种胖子呢 他就总是不死 可以看到这个盔甲就在这儿 到时候这个盔甲我要保留住 到时候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再回来拿 正如我说我那个蓝色盔甲 那不想 不想提早拿 所以说 实际上我就只有一副盔甲 这里用火箭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差不多是这样 补充一下子弹 血量差两点无所谓 发动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 等于要传送出去之后呢 会被很多的敌人所包围 我们要 再把前面的一个胖子给干掉 四发火箭保个底 然后发动那个按钮之后呢 赶紧过来拿到黄钥匙 走 然后把这个敌人 我们就站在这个柱子后面 我把大药包拿了 把所有敌人都勾引过来 这次情况还可以啊 没有想象中这么糟糕 我失败的那一次啊 这个地方还完全没有受伤 哎 真是可惜啊 胖子怎么还不过来 我再清掉一遍 胖子是不是铁下心就不过来了 终于来了一个 这个机械蜘蛛呢 我们可以用机关枪把它点掉 这个机械蜘蛛呢 看你是不是把所有王林都干掉了 这个机械蜘蛛呢 我们可以用机关枪把它点掉 看你是不是把所有王林都干掉了 看你是不是把所有王林都干掉了 搞定 好 搞定 好 重新 可能先不急吧 反正等一下肯定要回来的 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 之后 放这个按钮速度快 来这边 这个地方用火箭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 因为 它有可能有那个 恶魔冲过来 还有一个机箱手要传送出来的 我说 不是你 是你 对 那边那个机械蜘蛛还没死 在这个角落呢 是第一个秘密点 不过我暂时先不拿这个东西 这个留给过关的招用 走错路了 走这边 注意这个东西里面呢 有三个王林 放这个按钮 贴这个墙 上来马上走 我们就是要触发那两个东西 但是等一下再打 我也不想正面的跟他战斗 然后上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 这个三发火箭 总之不死 噢 干掉了 那个地方呢是蓝色盔甲 自然要还是留给下一关呢 我来这里 我来这里 喂 还有三沙瓦的盔甲 确实不太妙 全部干掉之后呢 拿到东西 这里可以拿到电浆枪 等一下有个秘密地点 可以补充一下这个电池 我先等等吧 因为等一下这个地方要 需要用的 需要用的这个电池 正好可以利用它来 帮自己补满 好了正式探索这个绿色飞碟 这个绿色飞碟非常的坑爹 我觉得非常难搞 原因是 等一下呢 接近这个蓝钥匙之后呢 它就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幽灵加三个火人传送进来 我的打法就是利用这个传送器 进进出出 让这个火人不能烧到我们 倒着走 它安静出来 不解释 然后进去之后 我们往后退 再往前走 这样的话就可以 撤出那个飞碟了 这次的火人好像都比较配合 冲出去呢绝对不是办法 因为这个 这个幽灵会挡着我们的路 然后这个火人还会把它给复活 如果这幽灵聚集在撞 那就要打一打 这火人还没出现 我觉得得过去看看 诶 死了吗 很好 死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狂暴拳头 把这幽灵干掉 慢慢来吧 尽可能也不要被这个幽灵咬 现在神经非常破灭 总觉得什么东西都会对自己不利 呃 行 拿到这些补给这个血量什么之类的都先留着吧 天知道有没有用到他的时候 天知道有没有用到他的时候 好 把这些都拿上 OK 离开这个地方 最后呢我们去拿那个秘密一点 在这儿 从这里下去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传送器 就这样 没满 无走位了 这个小事情 重新从这里下来 重新从这里下来 那我们现在有了蓝钥匙之后 我就迷路了 这个通常 通常这样打那个痛苦元素不是很有效 所以能打中多少算多少 所以能打中多少算多少 握了个虚 你这都能打中我 那我有什么可以说的 他站在这种地方就最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回去拿盔甲的时候了 我觉得不要拿这里的血 因为这里的血 等一下说不定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命给救了 好 然后去第一个飞碟的那个地方拿到那副绿盔甲 那个地方敌人其实还没消干净呢 所以说走的时候要稍微小心点 还有就是通常会有一个亡灵呢 乘坐那个传送器进去了 所以说我们要进去把他telefrag 否则的话这个敌人打不完 这边的机械蜘蛛没死 我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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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啊 通常进去都会 都会听到脆骨的声音 诶 这居然是个胖子 这居然是个胖子 哦 好吧 我就说为什么没有胖子过来 原来是这样的 呃 比较特别 好了 探索最后一个飞碟 不是这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这一圈的东西都打了 进去之后 使用电枪枪往左转 赶紧把这两个现代枪手干掉 然后把对面的两个现代枪手干掉 好 拿到这个灵魂球 之后呢 发动这个按钮就非常危险 这四个角落会有地狱骑士传送进来 对面还有两个火人冲过来 所以我们速度一定要快 站在这 然后赶紧把 这个干掉 这样的话火人会过来 好 我的血量保有比较多这次 希望不会有问题了 我上次出问题就是出在 最后这个地方出去的那个位置 我什么都慢慢来了 现在我也有点紧张 因为这一关实在是太长了 我没事不 谁想录个三次啊 是不是 好 搞定 那把这里的 还有你 把这里的子弹收集一下 好 就这样了 出去之后呢 我们要赶紧右转 右边呢 会有一个火人跑出来 但是 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场地啊 我们要站在那个柱子后面 宁愿被火人烧 也不要站在一堆东西中间 所以说 这个地方比较看运气就是 这火人可能不配合 你看他这次就很不配合的冲出来了 他如果在半路烧我的话 反而是个好事情 然后呢 还没紧张还没结束 因为会有很多的敌人挤过来 我们一定要快 被一堆胖子和亡灵挤在这个角落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不错 不错 然后呢 从这边过来 这两个干掉 机械蜘蛛干掉 然后上来 这里还有几个线的机枪手 这次确实打得还可以 在出发后面的东西之前 我想先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吗 好 就这样了 这里发动这个按钮之后呢 左右各有四个机枪手出现 就是这两个地方 速度快 轻掉一边之后 基本上就安全了 通常会有一到两个 传送到对面这里来 挤的打掉就可以了 他有八个敌人 这八个敌人不要小看他 这八个敌人有可能是 最后你上命的地方 我想说 东西都拿全了 钥匙也都拿全了 最后红色钥匙的按钮呢 是在 顺着这个地方过去的 就是一开始我躲避的那个镜头的位置 发动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亡灵 这里有一个亡灵 我们速度一定要快 把这两个亡灵清掉 但是亡灵这魂 这种鸟东西呢 有时候 别想太多 我赶紧跑过来再说 你看我刚才 多少血量一下子 全没了 我好紧张 现在真的是 所以说最后的这几个也不能开玩笑 准确来说就是绿色盔甲 就是这么不靠谱 蓝盔甲的话他会帮我挡更多的 他会帮我挡更多的伤害 一下子 不至于搞得这么惨呗 啊没了 这血量拿的 不是开玩笑 95应该够了 那现在有个麻烦事 就是比较难下去 因为这个敌人就在下面挡着 全部都在这边 那就最好了 哎呀好紧张啊 最后那一下差点真的就死了 我想说 我打第二个亡灵的时候速度有点慢 这边就是出口 其实这个传送器啊 如果你不打掉敌人 直接传送器走的话呢 我也是想 我也是考虑过这个办法了 但是这个办法非常的不好用 敌人会挤在那个角落 然后让你下不去 这种情况底下 你也没有办法是吧 好吧 现在就是收集子弹的时候 火箭就掉了那么三发 这么少 不用进去了 外面这里都够用了 重新跳下来 可能剩下子弹也就是 那个地方 哦行满了 标记上这个秘密地点 最后的蓝盔奖了 在这儿 哎太好了 两次就搞定了 多担心还要搞个第三次 哦 Ancient Aliens 就到这里结束了 居然用了20分钟的时间 我也没想到这么长 这一关的难点呢 明显就是在三个飞碟之内 第三个飞碟 应该是 这么多个飞碟里面最难的 因为 那个不可控性非常的多 只是我打多了之后 发现 哎差不多 我这种处理方法 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还有第三个飞碟 出来的那一下 也是简直是个坑爹状况 只要那个火人不配合的话 你就可能会遭遇很严重的状况 我这次没有死呢 是火人不配合 但是隔壁的那些什么胖子 亡灵之类的比较配合 我会把之前死的那一事 接到后面去 你就知道我上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好就是最后那个地方 不要小看那最后八个敌人 真的 一不小心把你搞个半死也是有可能的 我差点这是又死在最后了 这一关的难度 对比起前期关来说 可能前期关难度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这一关这么难 但这个说法不太正确 好了 下一张也是一张非常长的地图 那么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见面是 The Nectar Flow 这次不是有 有说话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不说了这个 下一关的音乐也很好听 下一关不是有Skill所做的 所以说 猜猜会有什么东西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还有126的血还可以 没错 把这个子弹用了 好了接下来出去的时候 又是一个大难题 不要觉得就结束了 出去之后赶紧右转 出去之后赶紧右转 就是为了他 看到了 所以说 搞得没有 现在有机会 收到